它的香腸 蠻有昏肉感 看來鮭魚量還蠻多的啦 肉超級超級嫩 加上奶酥好好吃喔 今天是全年的試吃大會 我們買了一些全年的 即時品項 加熱之後就可以直接吃了 對於很多上班族 跟很多媽媽來講會方便很多 我們今天就晃了一圈 然後把我們比較有視訊的品項買回來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對於這些即時品項 我們的試吃心得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品項是這個 義式四種起司薄脆Pizza 像這樣340克是179元 那這個Pizza其實是 我們一直很想要吃吃看的 他比較不喜歡那種番茄醬糊 就想說這種起司味比較濃的 或許可以吃吃看 他打開之後裡面就是這樣 然後他的餅皮 我感覺是有一點孔洞的感覺 然後他是沒有切過的 他感覺還是番茄的那種底 只是他上面有撒起司而已 那我們就先把他拿去烤 我們的Pizza已經烤好了 起司的味道很明顯 都一直融化 然後都是一個香香的奶香氣 如果你要到能堪溪的起司的話 你必須要比這個飯 我覺得要多個一杯吧 這個就很太烤吧 很番茄的耶 就是很正常的番茄味 然後起司的口感是油 然後味道是很濃郁 正常的起司Pizza的味道 就瀑布通通 但是不累 你至少剛烤好 我還沒切之前 你不會覺得 你看得到太多的那個番茄 而且重點是他的番茄糊 我覺得調味得還不錯啦 不是只有番茄的味道 他裡面有一些洋蔥的味道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東西的味道 一些香蕉的味道 我其實是一個不是喜歡吃番茄基底Pizza的人 所以這對我來說番茄的味道有點重 他起司的味道也是很重 我覺得有到融合起來啦 吃起來不會說餅皮很乾 因為他上面的那些起司還有番茄 這樣其實蠻濕潤的 所以整體來說吃進去 不會讓你覺得嘴巴很乾 我覺得這個還可以啦 我覺得其實真的還不錯 所以我會給他3.5 他的價格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偏高 因為他裡面其實沒什麼料理 味道也不是我偏愛的口味 所以這個套回他三顆星 第二個是輕鬆皺的 鮮膩大腸包小腸 嗯 這個是純素的品香 我們看到覺得還蠻有確信 說買回來試試看 他有兩根大腸包小腸 價錢是118 也就是說一份大概是60台幣 因為素食的東西通常 都會稍微單價高一點點嘛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思考下來就覺得好像還OK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怕那種素肉的味道 所以我還蠻擔心那個香腸本人 會有很重的弄素肉的味道 現在素食的東西越來越豐富 除了這個大腸包小腸啊 然後還有看到一些什麼 像是漢堡拍啊 或是漢堡包 現在有越來越多素食的選項可以選擇 他打開之後裡面是兩根 看起來像是比較開放式的 就 看起來不像是米腸 對 沒關係 我們就先去加熱看看 可以分有解凍跟沒有解凍的微波 那沒有解凍的微波是100秒 有解凍是80秒 那我們就先把它微波加熱 我覺得這個如果好吃的話 在家可以超大腸包小腸也蠻幸福 好 來試試看 打開之後是像這樣子 旁邊有一些酸菜 然後中間是一根熱狗 糯米腸的部分感覺 不像是我們一般見到的那種糯米腸 它比較像是那種粒粒分明的糯米 把它揉在一起的感覺而已 你可以先打個預防針 你不是很喜歡吃酸菜嗎 它的香腸 蠻有昏肉感的 但是我以為你還是吃得到 有一點點像是那種 素火腿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它整體來講不太像 大腸包小腸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那種糯米飯 包一根香腸 可是我覺得以它的這個 口感還有味道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幾個的 你會感覺到 它有點像是蒟蒻的那種脆脆的口感 可是 比起一般的薯肉來說的話 它的香腸一定是算是非常好吃的 然後味道的話呢 會比較像是那種 偏甜的大腸包小腸的味道 素的感覺就一點點 然後那個香腸的口感 其實做得還不錯 那個酸菜也不會太長細 然後整體是一個偏甜的醬汁 搭配有口感的米粒 跟有口感的香腸 但如果它叫自己大腸包小腸的話 我可能會不太滿意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還OK啦 就是把它做得有點像 大腸包小腸的一個噱頭 或許可以買來吃吃看 它是有一種 香腸的脆度的 可是 應該說味道不太對 沒有那個肥油感 但是它這個包裝真的 我覺得可能需要優化一下 不太方便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三顆心 就是它的味道 跟我預期的有一點落差 應該是素食者可以接受 葷食者應該也可以接受的 我給它2.5顆心 不是適合我的一個零食 這我可能也不會再回購 因為考量它的價錢地區是 稍微偏高一點點 然後它的口味上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到特別突出 接下來是 粥式豆皮鮮蝦捲 像這樣一盒是食入 總共是185元 其實算是蠻貴的喔 對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看它的味道 還有它的餡料怎麼樣 這個比較特別是因為 它的皮是用豆皮做的 所以 可以剪掉蠻多碳水的 它是說 需要裹上太白粉 或是炸粉 然後把它拿去炸 但我們想說 就省略炸粉這個補充 可能就噴點油拿去氣炸而已 那我們就先拿去加熱 我們的蝦捲已經氣炸好了 韭菜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如果不太喜歡韭菜 韭的味道 我可能會不太喜歡這個 我覺得它整體來說 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但它的口感對我來說 少了一點點那種蝦子脆甜的口感 比較多的是 魚漿的軟綿 跟一點點Q度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可惜 但整體來說是還蠻喜歡的 應該是說 它裡面混了 除了蝦以外的一些很多其他東西 像是一些順子啊 花枝啊 或是一些 漿之類的 那你吃不太出來 它主題應該是蝦菌 它的蝦子不是打成泥狀 是有一點顆粒的 所以咬到會有一點點口感 不過它蝦子的口感 不是那種脆的那種蝦子 是比較扎實一點的 那因為我們是用氣炸的嘛 所以它的外層其實沒有到非常酥脆 就我覺得如果你們是想要吃很酥脆的 就也可以像它的包裝那樣 就裹一點粉 然後下去炸也是可以的 只是以它的價錢來講 就是一條要18.5元的話 我覺得稍微貴一點 如果它是原價的話 可能給它個3.2顆星 我覺得這個味道我也蠻喜歡的 整體的話我也會給它3.2顆星 接下來是這個 麟角蝦跳牆 像這樣一盒是169元 一盒是一公斤 有 豬腳 排骨 芋頭 筍片 白菜 豬肚 麟角 鳥蛋 水翅 然後油蔥酥 栗子 蒜頭 香菇 冬蝦 聽起來好像是蠻不錯的 感覺蠻豐富的 它拿出來就是像這樣子一大包 我覺得整體的內容其實還蠻多的 169塊 170我覺得可以接受耶 麟角 豬腳來了 芋頭已經散掉了 因為排骨酥味道是不錯的 喝得到很多食材的味道 可是就還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 那個芋頭整個煮爛掉了 所以你喝下去 你的喉嚨會被芋頭的顆粒卡到 會有點濁濁的 對 整體也沒有那種 抿了會有一種膠質的感覺 它的麟角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鬆的 是還帶有一點點口感的 我覺得它的豬肚沒有燉爛的 就是會咬很久 然後豬肚其實也沒有太入味 我覺得排骨酥我有點不滿意耶 因為我咬到這一塊 全部都是筋 豬腳的部分我覺得還OK 就是味道來說 咬下去那個皮是軟爛的 有點叫質感 不過它的毛沒有出得很乾淨 我覺得整體來說應該算好喝 可是部分有些食材處理上 我覺得沒有到很細緻 當然花一百多塊喝個柏跳牆 可能沒有辦法喝到很高價的食材 不過你只是今天很想要 特別想要喝一個柏跳牆的味道的話 真的可以買這個來吃吃看 我會給它3.3 這的話我也會給它3.3 一般情況應該不會想要再會購 接下來是這個鮭魚炊飯 像這樣一盒是119元 然後我看它的重量 米加鮭魚是370克 所以差不多就是兩個人份啊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龍燈 今日CP值最高的東西 它的裡面湯包是長這樣子 其實它鮭魚的量還蠻多的 然後米粒的部分 剛剛眼睛洗好 瀝乾了 那我們就把它拿去煮 好 我們的鮭魚炊飯已經煮好了 看起來鮭魚量還蠻多的啦 可是它的鮭魚的味道沒有到那麼新鮮的感覺 對 聞起來鮭魚的味道蠻重的 因為我們沒有放其他東西 我們想說試試看這個炊飯的原味 它這個就是比較偏像日式調味的 就是日式的高湯 然後加上鮭魚的魚油的香氣 我原本覺得它會很新 但是吃進去之後 幾乎吃不到鮭魚的腥味 不過它有幾份是比較接近保存期限 我們有盡量避開 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講 然後給到這個量還蠻OK的耶 我覺得差不多三人份 所以這其實非常非常便宜的一個主食 其實還蠻推的耶 我可以給到四顆星 我這個也可以給到四顆星 因為我覺得它整體給的鮭魚量算還蠻多的 然後整體的價格也蠻便宜的 我本來還很擔心說 它的鮭魚會吃起來非常的柴 但整體來說還好 因為是拌在飯裡面嘛 你也沒有要求說鮭魚要多嫩 就是吃它的餘有香氣 所以我覺得也是OK可以接受的 有看到的話可以買 接下來是星星461的軟骨肉招牌燉乳 超難唸的 軟骨肉招牌燉乳 這樣子一包250克是139元 其實蠻貴的 我高中的時候啊 有一間滷肉飯店 它的招牌就是燉軟骨的滷肉飯 然後超級無敵好吃的 可是我上大學以後發現那家已經關了 然後就再也找不到這種味道 這個的話它是可以用微波加熱 然後也可以用電鍋加熱 或是隔水加熱 要記得微波加熱的話要換容器 這個包裝是沒有要到微波加熱的 那就先去加熱 我們的燉軟骨已經熱好了 可以看到它上面其實有一層油 它其實算是蠻油膩 這邊可以看到它其實是挺肥的 它大概有四塊 然後整體來說的確是蠻油的 很多肥肉 這點是我覺得蠻糟糕的 你沒事 看起來很軟 好吃耶 超讚 這個拌飯超讚 肥肉的話 我覺得算是有做到入口即化 你不會覺得它是很重的肥肉的口感 我覺得這部分還好 沒有我預想那麼糟糕 重點是它的肉超級超級嫩 然後非常非常入味 再來就是這個軟骨 超好吃的 入口即化 很有膠質感 它的軟骨真的是燉到非常爛 就是你嘴巴一鳴 它就會整個平掉 整個變成黏黏的口感 很貴 可是蠻好吃的 味道的話 給它四顆心 綜合所有CP值有的 沒人只能給它3.3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是有點像 我們平常是滷排過的那種味道 然後 它有加一些香料進去 可能有一些茴香啊 或是八角之類的 所以我的味道全部都有滷進那個肉裡面 那軟骨的口感是處理得很不錯 它即便是瘦肉的部分 都不會讓你覺得吃起來很柴 也是嘴巴一鳴就化開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蠻喜歡這種口感 就是燉的比較軟爛口感的話 應該會很喜歡 這個我可以吃兩碗飯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你如果有打折的話 我會想買 可是如果要我原價購買的話 我可能不會想再回購 因為它太貴了 它對我來說 還是稍微偏油膩的一些些 綜合它的價格還有它的表現 整體的話我會給它3.5分 整體來說覺得CP值不是很高 嗯 就這樣味道OKCP值不高 接下來是這個VSPEED 又有上千層泡芙 這樣一盒是99元4顆 也就是說一顆大概是25元 我覺得這應該是中秋節過後 然後剩下的柚子就把它做成柚子醬 然後運用在甜點上面 它的一顆是長這樣子 它摸起來的那個千層我以為是脆的 結果是軟軟的 它這一入口是很濃的柚子的 就柚子皮的香氣 我覺得它裡面的那個慕斯啊 做的跟鮮奶油的感覺不太一樣 更紮實一點的奶霜的口感 然後它的那個柚子醬 應該是混在那個鮮奶油裡面 所以整體吃起來的柚子香氣還蠻香的 就是它外面的外層其實幾乎沒有什麼口感的 就是吃起來完全一點脆弱沒有 然後就軟軟的 嗯 然後中間的那個對我來說 稍微有一點點油膩感 做成千層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但它裡面的那個柚子的確有稍微解到一點膩 就會讓那個整體的奶油吃起來不會到 甜到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它還是帶一點點酸度的 我只能給它三分 可能不太會回購 這我也不會再回購 因為它外面不夠有口感 裡面不夠滑順輕柚 我覺得跟柚子的搭配整體來說沒有做到非常好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兩顆心 這個WiSuite的伯爵茶千層 那這樣子兩塊呢也是一樣99 所以就說一個千層蛋糕是50元 它打開之後是長這樣子 感覺是蠻紮實的 然後側面的話其實層數沒有到很多啦 就是全天的千層蛋糕大部分都是長這樣子 味道算是OK的 我覺得它伯爵味道比我想像中 再跟那個奶油再更融合一點 但它甜度對我來講稍微有一點點偏甜一點 然後它的奶油也不是那種很蓬鬆輕盈的奶油 是帶有一點點油感的 因為我本身是蠻喜歡伯爵茶這個 我會希望它的伯爵茶味道再更重一點 它這個有一點點被甜度吃掉了一些些 我覺得還好耶 這蛋糕我會給3.8 我真的覺得蠻好吃啊 這對我來說沒有到過甜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3.4顆心 因為我覺得它稍微甜度再偏高了一些 然後整體的油感對我來說比較重 伯爵茶味道稍微少了一點 生活良好羊羹 如果大家有逛過前點的話 裡面可能會有一區叫做生活良好 然後裡面就會有一些小零食啊 糖果啊有的沒的 為什麼買這個呢 因為我小時候超喜歡吃羊羹的 然後他沒有吃過羊羹 然後想說買一個這個正常的羊羹來吃吃看 它的這個羊羹是39元 我覺得還OK吧 它比我想像中更firm 好甜喔 你甜喔 配口茶 可能是因為有加羊菜的關係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那種羊菜凍的口感 嗯 它這個羊羹很好吃 我其實不太喜歡紅豆的羊羹 因為我不太喜歡紅豆的刻意感 我比較喜歡原味的羊羹 這個牌子它其實有出蠻多這種 就是小點心類的 之前我們有買過它的紅豆泥 煮的紅豆湯其實還不錯 而且它這個牌子它的成分都還是蠻簡單的 幾乎都是原料材料本身而已 就是我可能不會主動想要吃的點心 可是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它口感蠻特別的 三顆星 我給它四顆星 蠻不錯的 好羊羹 比較貴啦 但好羊羹 今天的最後一個品項 是陶板屋的冷月子米 像這樣一盒其實蠻貴的 三份是270元 等於說一份是90塊 你吃一個這個就可以吃差不多買 我們剛剛的一整鍋的鮭魚吹飯 我覺得它這個是蠻可愛的啊 就是使用情境畫出來 它的芋泥球就是這樣一顆 好可愛 然後就是這樣一小包啦 所以量的話沒有到特別多 可能只有一人份吧 它吃得好之後就只有這樣一小碗 其實真的分量不多 真的分量不多 不過它的芋頭蠻香的 它的芋頭是這樣 就是一整個芋泥球還蠻紮實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就我原本以為它會很甜 它芋泥味道還蠻香的 它的芋泥也沒有到很甜蜜 芋頭味是很香 即便是跟那個芋泥搭配在一起吃 它的芋頭香都沒有被蓋掉 吃得出來是真才吃掉的啊 它芋泥裡面應該有加一些鮮奶油 因為蠻香蠻花順的 來試試看 加牛奶的 我感覺加牛奶一定更好吃 加牛奶都好好吃喔 雖然很貴可是很好吃 變得更濃郁了一點 量也變多了 好啦味道是真的好 真的好 可是 是真的貴 不免疫 然後這個的話 我覺得它的甜度是剛剛好 然後各著食材處理的口感 也是都剛剛好 味道剛剛好 所以整體上就是非常和諧 加牛奶都更好吃了 味道的話 我會給它4.5 加上價格 3分 真的太貴了 你仔細想一下 這個單舊味道的話 我也會給它4.5分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各著食材都處理得很不錯 而且味道也都很到位 那加上它的價格的話 我會給它4分 就我還是覺得它很好吃 可是這一個 是一個便當的價錢 所以我本來就是一個 可以不吃正餐 然後只吃甜食的人 好吧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所有的開箱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1 2